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孙三 如果要说起什么花最能够代表爱情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统一地认为是玫瑰花 对不对 可是在采摘这种花送给自己心爱的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些技巧可以追寻的 不知道你了解吗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去花店买玫瑰的时候 一般老板在包装好之后都会在花的底部浇上一些水分 这样可以让花瓣更长时间的保持鲜艳 可是对于一些非常懂花的人来说 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固然有用 但还不足够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可以让玫瑰花保持长久的新鲜呢 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玫瑰花采摘的时间 相信大家都喜欢在早晨的时候采摘玫瑰花 这一段时间花瓣和叶片上面往往就带有一些露珠 这样子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就能比较赢得对方的欢心 尤其是女孩子在收到这样的礼物之后 通常都会认为是自己的男朋友在很早的时候就去起床采摘的 会在心中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那么对于增加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采摘玫瑰花最好的时间其实应该是在下午 因为那个时候阳光的照射并不是特别强烈 而且经过了一天的光合作用之后 花的内部所含有的二氧化碳数量是比较少的 更有利于维持花瓣比较新鲜的颜色 所以在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采摘上一朵玫瑰花 把它放在瓶子当中养护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那相信对方就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够欣赏到花的美丽了 其实玫瑰花这种植物的养护过程当中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专门配置了一些营养液 在人们将花采下来之后放在营养液里面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 花瓣都不会掉落 那么如果想要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这种营养液也是不会太贵的 那么其实说到底玫瑰花只是爱情的一个代表而已 那真正能够让女孩子觉得幸福的完全是自己所喜欢的男生 是不是非常的有担当有责任感 有没有能够给女孩提供一个幸福的生活 甚至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 要通过自己的打拼为女孩子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保障 所以说作为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被对方所送的一些礼物所迷惑 一定要看重对方的品德 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幸福 相信握在手中的玫瑰花才会永不凋落 那么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好了 这一期的冷知识你有没有学到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冷知识呢 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聊聊 咱们下期再见